图形坐标的位置 调整照片的上下顺序 那各位看一下,5在这里,有没有 事实上这边你可以做调整的 你可以调顺序来调,比如这个 往下移,5在这里,再往上 那这个上下顺序,我们建议同学是照编号来调会比较OK 看起来比较整齐呢,到时候就比较好 做处理,上下调,另外一个用坐标的方式 比如说我点准这个 那点准这个的时候呢,在属性这个地方 属性的变形面板 他会告诉你,他的X坐标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输入120 凑整数 这输入他的坐标位置,那Y表示呢 垂直的160 在这个地方 就把它点起来 那宽130,高158 那如果这个高低的一样呢 点这里 160高度就一样了 好,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那现在点这里 120,点这个呢 也120 所以呢 打错了 120不是1201 所以高度的位置都可以调,像这张图 水平位置呢 我们把它输入整 680好了 680靠左边 那点这里 那点这里,我也给它680的时候 那可以确保两个上 靠左边的高度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文字标题 使用文字工具 再点一下 这时候呢,在右边设定 比如说 什么,黄色 72 72 我要打60怎么办呢 好,60就直接输入吧 那自己可以自己设 自己自己选 那每台电脑事情不一样 就请同学自己选 那这时候再来点选这里 输入什么呢 可爱大猫熊 点一下 帽熊打完以后呢 使用箭头工具把它拖椅到适当位置来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坐标的方式 在变形的地方,让它的水平垂直高度一样 透过这里来调整顺序 那使用文字工具来 输入我们这个动画的主题 那这动画主题,文字在这里打呢 就可以设定很多动画 如果在follow mac做呢 就是整组的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动 不过在follow mac字可以做很多变化 这同学在自己做选择